大家好,我是评头哥解说 今天给你们说一个把系统装进U盘里的教程 只要带着U盘,随便插入一个USB接口就能启动系统 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公 先说明一下,U盘最好选3.0接口或以上的 因为2.0的速度太慢了,也装不了 当然如果你有移动固态硬盘更好,那个速度快 空间最少128G,空间太小的话装好体验也不会好 为一个3.0接口的移动硬盘作为演示 先插入你的移动硬盘或U盘 打开Rufus写盘工具 今天用到的系统是Windows 10超级精简版 如果这里没有识别你的移动硬盘不要急 打勾显示USB外置硬盘就可以 如果你的是U盘就不需要打勾 看到没有,立马识别出来了 引导类型选择打开 选择下载好的系统镜像 镜像选向这里打开,选择Windows 2 Go 其他的默认即可 开始之前选择一个版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然后点击OK 会跳出提示,让你备份U盘资料 不然会被格式化清空 接着开始自动把系统写入移动硬盘 速度取决于你硬盘的速度 我这个估计需要15分钟左右 如果你的是移动固态硬盘 只需要3-4分钟 直到这里显示准备就绪就算完成 此时我们可以关闭软件 在重启电脑之前你需要知道一件事 你的主板按哪个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 或者按哪个键进入快速启动菜单 因为要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 如果你不清楚,去百度一下你主板型号怎么操作即可 然后开始重启电脑 以我微星主板为例 重启的过程中连续按Dial键进入主板界面 进来后点击Settings 然后点击安全 接着点击安全引导 把这个安全启动静止掉 因为装在U盘必须要静止 如果你成功后插入别的电脑 第一件事也要关闭它 然后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 按下F10保存退出 电脑会自动重启进入安装步骤 这里直接默认点击下一步 这里打勾在下一步 然后就来到这里了 此时只需要等待几分钟就可以 大概过去了三四分钟 终于来到了桌面 以后如果你出差 或者有其他需求的时候 只要随身携带你这个U盘 或者移动硬盘 插入别的主机上就能操作你的系统 前提是记得关闭安全启动 随时随地在哪里都可以办公 今天所有用到的工具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喜欢视频的别忘了给个一键三连 感谢